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在乳房上的这个检查来讲 初步还是以这个摸到一个总块为主 渐渐的走向二三起的话 我们常常是在腋下或者脖子上方 会摸到一些淋巴结 那如果拖的时间更久的话 常常这个癌细胞的组织就会穿破乳房组织到皮肤上 造成皮肤的溃烂 那基本上到皮肤溃烂大部分都远端的转移了 所以这个级别上相对都会比较高 甚至就是第三期的缓期或者甚至到第四期 原胃癌跟清洗癌的差异性 是主要它的这个癌细胞的侵犯程度 还有它的这个清洗力 其实原胃癌本身几乎是没有转移能力的 但是它在原来的地方还是会继续肿大 那其实我们在定义上来讲 比如说以这个健保提供重大伤病的部分的话 那原胃癌并没有提供重大伤病 那表示什么 原胃癌在健保的这个认定下 并不认为它是一个癌症 它还是比较偏向是个良性的 但是它会一直大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检查出来说 如果是原胃癌的话还是要开掉 那至于清洗癌 那顾名思义嘛 清洗癌就是会转移 那所以原胃癌呢 其实它在级别上我们认为是 这个定义上是零期 但是如果是清洗癌 就是从一二三期到四期 这样子计算 所以清洗癌事实上就是它会 逐渐长大 第二个它会清洗周边的组织 攻击到淋巴结 甚至呢 转移到肺啦 骨头啦 或其他的组织 这个就是清洗癌 第2个 第二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